省下你20块美刀 虽然说ChatGPT它是一个免费的工具 可是我们免费的用户就只受限于ChatGPT GPT3.5 而GPT4你要多付费20美刀 你才可以去使用 而且它生成的速度真的会比ChatGPT来的慢 可是它主打的却不是速度 而是它的准确性 虽然说ChatGPT在速度上是略胜一筹 可是还是有蛮多人想用GPT4 直到很多人看到20美刀 他们就怕了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 我将会分享免费的GPT4 让不要付费的你也能想用GPT4语言模型 曾经是免费想用GPT4模型 还有一些工具虽然不是GPT4 可是它却可以跟GPT4媲美 在上一个我分享免费GPT4的视频 真的是蛮多人有兴趣的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上一集的更新 还有续集 分享更多免费的GPT4来帮助你们工作 今天我会毫无私心 一一地和你们分享 我近期来收集到的一些工具 别忘记把这个视频给点个赞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给你的代理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就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带你实时更新 AI的最新消息 还有分享更好用的AI工具 让你的效率瞬间提升 就好像这个视频那样 如果想要跟人家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的YouTube的调色老人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到我跟人家专注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我们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个免费的GPT4 就是我们的Bing AI Chat 诶 你们先冷静下来先 虽然这个Bing AI Chat 我在上一个视频有讲过 无用之一的 它还是相当稳当的聊天机器人 而且Bing是属于微软 而微软同时间它也拥有OpenAI 而且在GPT4公布不久过后 微软自己也公布了 Bing AI Chat 它使用的大型语言模型 就是GPT4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模式可以选择 第一个更加有创意的 第二个就比较普通的 还有更加准确的 所以看你需要找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是我平时搜索 我只会按More Balance 在中间就比较好了 可是如果你想要更加准确的答案 选择More Precise 这样子一定是没有错了 你的答案就会比较准确 可是它生成出来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除了比较准确的答案 你千万别忽视有创意的答案 你搜索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这个更有创意的答案 你使用了这个模式 可能分分钟你得到的答案会出乎你的意料 在我的评论区里面有人和我说 叫我使用更有创意的答案 所以在这里你直接需要打你任何的东西 立刻马上你就可以得到的答案了 好过我们之前传统的搜索引擎 就比如说好像Google那样 有了这个BinkChat 而且它后台还是使用GPC4的大型模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如果你看了我之前使用Edge的视频 你就知道其实BinkChat 它就偷偷的藏在我们的右上角上面了 所以BinkChat现在还是直入去Microsoft Edge里面 你在任何的网页里都能浏览到BinkChat 瞬间的可以利用它的功能 而且在这里你还可以选择比较中心化的 还有更加仔细的答案 就是和刚才我们看的网页上BinkChat 是没什么两样的 它还有更多的选择 让你可以好好的去利用这个BinkChat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不会仔细的讲完这些全部工具了 如果有兴趣的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免费GPT4的工具了 下一个免费的GPT4就是Aura.ai 好了我们就来到Aura的页面 它的页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容易明白 它还没有很多复杂的按键给你按 因为网页上它都是比较简单化的 在它的网页里面 你只有一个键可以按到的就是Get Started 然后在这里你就需要登录账号 Continue with Google 过后你就立刻马上登录了Aura页面里面 在这个工具里面 除了你能用GPT4之外 你还能看到这里你能自己训练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在这里我就教我的你的聊天机器人叫做David Bob 这里你就写你一系列的提问 然后你就能训练你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训练完过后再和你的聊天机器人 聊一聊一下 看你们到底会不会有什么火花呢 好了这个就有点离题了 我们今天是要讲免费的GPT4 在这里你就能免费的使用GPT4 这一个大型语言模型了 可是因为很多人都在使用 所以每一天你只能问5个问题 虽然说这5个问题会有一点少 可是你是完全没有付费的 所以有5个已经很好了 如果5个不够的话 你就能使用别的AI工具来互相弥补你的缺点 就是这个页面用完了你就去下一个页面用 然后每一天你都能更新 如果说一分钱都没有给 我觉得它给你免费使用已经是蛮不错了 这个就是Aura啦 我们进下一个工具 下一个工具就是Poll.com 这个工具在之前的视频也有说过 可是今天我要重新再讲多一次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Poll.com 在同一个页面里面 你可以使用到很多不同的大型语言模型 这个就好像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一个终点站 在这里你就能看到大神们都在这里集合啦 好像你要选择ChatGPT 在这里你就可以立刻马上和ChatGPT聊天 问他一些问题 如果你不要ChatGPT的话 你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选择 就比如说Sage GPT4 Cloud Plus Cloud Instant ChatGPT Niva AI Dragonfly 然后在这里你也可以使用GPT4 可是在Poll.com 你每天只能使用一次的GPT4罢了 所以你要在这个网站使用GPT4的话 你每一天只有一次生成的机会 刚才五次 现在一次好像越来越退步了 他不是说完全不给你他起码 给你一个来玩一下咯 对吧 是在Poll.com它亮眼的地方其实不是在GPT4那里 在这里你能使用无限次数的ChatGPT 你就不用去传统的ChatGPT的网页当中啦 还有在这里你也能使用Cloud Instant 或者是Cloud Plus Cloud聊天机器人其实是Entropy 所训练出来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而Entropy他们也有放生出来说 他们即将要创作出来的聊天机器人会比ChatGPT更强达10倍 而且方方想不到的Google也成为了Entropy的投资者 Google也砸了很多钱去Entropy 就好像刚刚开始微软砸钱去OpenAI那样 所以已经不是Entropy跟OpenAI之间的竞争了 就是ChatGPT的浓缩版 ChatGPT如果你问他的问题 他会生成一些很长的答案很唠叨 答案给你Peplexity 他就能一针见血给你需要的答案 这个就是Peplexity 在这里你可以问他任何的东西 就比如说他是谁这样子 然后在这里他就很快的生成答案给你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他的速度是很惊人的 问他什么是ChatGPT 他就立刻马上生成到答案出来 你看到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嘛 而且他也是非常短的他就不像ChatGPT那样 给了你一大堆的资料 你哪一个是重要或者是哪一个是不重要的 而Peplexity他就能一针见血给你要的答案 好了除了我们平时用的GPT3.5或者是ChatGPT Plexity虽然他说有这样的功能 可是你别忘了按下来 你就能看到在这里你能使用GPT4大型语言模型 你每一天只能有20次的生成机会 是不是比前两个免费的GPT4好很多呢 所以我说其他的工具用完了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用别的工具代替你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你就能使用20次GPT4大型语言模型 也是同样的你没有给任何的钱 所以有20次的使用机会已经算很不错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记得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 我就会更加专注的去讲解这个Plexity.ai 然后去讲一下为什么它现在能成为一个那么强大的工具 说到免费的GPT4 我们哪里可以忘掉Forefront AI呢 这个工具真的是妥妥的免费GPT4 让你无限次不懂是不是无限次呢 至少到现在我还没被限制过 这个就是一个妥妥的 你能在这个网站使用GPT4大型语言模型 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 你就按Sign Up 输入你的Google账号就可以了 我好像有了账号的话我就按Login 然后我就马上登录进去 在这里你可以选你的聊天机器人 要用什么样的语调去和你说话 这里呢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好像Sales Guru 一个营销的专家 然后或者是一个Software Guru 程序员 好像如果你要问一些关于城市写代码的一些问题 你选择Software Guru 一定没有问题了 在这里你还可以选很多不同的名人 比如说 Leonardo Da Vinci Board Disney 还有拿破仑等等等等之类的名人 这个名人你还可以选很多不同的明星 在这里你就真的能看到你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真的是眼花缭乱 我都不懂要选哪一个 ChatGPT有这样的功能吗 没有 其他的AI工具有这样的功能吗 也是没有 只是这个AI工具Chat forefront有罢了 然后你拿到最下面这里 你就可以按这个加 你就能看到好像有不同的 就Helford Assistant 就是平时的我们苹果手机的Siri那样 然后在这个model这里我们按点下来 看到吗 在这里你就可以随意选出GT4了 在这里我就问他 在YouTube会爆火的视频内容 在这里你就能看到 他使的速度真的是会有一点慢 因为他使用的是GPT4模型 他不是我们平时的ChatGPT GPT3.5 看到他真的是妥妥的 给了我五个不同的影片主题 让我们全部人都能瞬间在YouTube上爆火 第一个就是挑战影片 其实也不错 因为挑战影片 在YouTube上其实是蛮流行的 还有一些比较感人的故事也是不错 或者是宠物的类型 DIY或者LiveTax 随时便便都有几百万个人观看 还有Talent Showcase 就去展示你的才华 这个就是GPT4给了我的答案 所以在这个网页里 你就能免费的使用GPT4大型领域模型 是不是非常的酷呢 赶紧自己也去试试吧 看了这么多的免费GPT4工具 是不是立刻马上抢尝试呢 赶紧去尝试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工具 几时他要开始收费 起码他当我录制视频的 这个时候是免费的 你是完完全全不需要花一分钱 都能使用GPT4这个大型领域模型 所以好像我开头所说的 剩下你20枚刀 看了我这个视频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这里 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这个赞给打去无言六色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打个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实时带你更新AI的最新消息 还有和你分享更多更好用的AI工具 如果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连接 购买我DayDo的调色蓝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到我更加专注 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啦我们下次见 拜拜